六十段要是做好了,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长菜,今天就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一斤像这样的猪瘦肉,先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厚片 像这样就行,再切成长条,然后再切成块,这么大就行 切好以后我们用清水洗一下,把血水洗掉,控出水分 我们少加一点盐,抓拌均匀,给肉增加点底味 然后我们加入一大勺土豆淀粉,加入一勺拌的清水,抓拌成像这样粘稠的酷 最后再加入一点食用油,抓拌均匀,防止炸的时候崩 油温烧到五成热,就是用大葱一插,护护抹泡了 把肉段一块一块下锅炸,别刚下完你就跟欠灯似的开始割了 稍微等一下,肉段定型了,再用勺子割了 外表微酥,咱们就捞出来,粘到一起的再用手掰一掰 等油温烧到气成热的时候,把肉段下锅覆炸 这就是肉段外出里嫩的关键 炸到这种金黄酥脆,咱们就捞出来 把事前准备好的红绿尖椒配料倒入漏勺里 也用油烫一下,烫熟就行 咱们锅留底油,下葱姜蒜爆香 然后加入酱油,再来点蚝油 爆出香味以后,加入一勺清水 用盐,鸡精,白糖调味 盐少放一点,酱油和蚝油都咸 然后用水淀粉勾芡 汤汁像这样粘稠,有密集大泡的就行 倒入炸好的肉段,快速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 如果哪道是你喜欢的 马上给老弟点个双鸡 有不懂的给老弟发消息 老弟看到了,马上回复你 感谢支持 给老老弟 好